蔡政府大动作谴责还加入制裁行列 可是俄罗斯是台湾天然气跟煤气第三大进口国 能源供应恐怕连带影响到民生电价 电的燃料来源有这样的上涨破洞的时候 那会影响到我们发电的成本的计算 3月底的时候会有电价省议会来评估相关的情势 包括成本包括社会面包括民生的需求等等 来决定我们的这个电价的共识 这样的一个高科技的产品的话防止那武器扩散 那我想所有的民主国家的友邦如果都要采取 台湾是一个科技岛那所以台湾也跟着采取 受影响的不只是能源问题 配合政府的政策连护国神山台积电也停止对俄罗斯供货 因为美国已经发布他会用这个华为的模式 也就是说外国产品的这样的原则呢 你如果用到美国的这个技术的话 你就不能出口 每年台湾对俄罗斯出口13.18亿美元 进口将近50亿美元 双边贸易额虽然仅占台湾总贸易额0.76% 比重低于1% 可是这项制裁就像七商全 中小企业有10万员工还是受到波及 我们就成立一个东西 成立什么 就是受进口损害的赔偿基金 在我们的总贸易额大概0.1%吧 还是0.07%啦 这么低 就不到1% 你在这里讲完全是刷一个存在感 讲不出具体答案 只怕蔡政府只是凑热闹 在国际间刷存在感 这座多情反伤台湾自己 记者邓志远 年成轩台北报道